Hello大家好 我是Hanjadizer 我猛猛书 家义 今天我们要来拆一个特别的盲盒 什么盲盒 垃圾盲盲盒 嫌自己被骗的钱还不够多 据说一个垃圾袋里面 能有40件超值礼品 最高会抽到手机或者是平板 有没有可能抽到黄金啊 现在钱太多了我就难收了 然后就扔那5年之后就被清理掉了 也是有可能像有很多有闲人 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里 这里还有套房子呢 所以不知道今天我们会拆到什么样的东西 防染症 防染症有什么用啊 要本人才能过户啊 我得把他找回来 你以为是以前的房契嘛 我跟你们讲 以后遇到八岛总裁 即使给你支票都没有用 签字是不一定能领出来的 你知道吧 我可以买那个本随便钱 一定要带着他去银行 钱取出来再让他走 好吧 要不然你要妈妈说 你看我的儿子 然后你拽着妈妈的手 哎妈妈我先去银行 这都是生活经验 经验来自于 经常有人让我离开他的女儿 大家提前先把萌签一片刷弹幕上 大家看看 这个垃圾盲盒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个垃圾 是个垃圾 这也太垃圾了吧 大家现在猜猜 这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有垃圾 我猜啊 这里面应该就是有数据线 袜子 衣服 手机壳 然后或者是那种小电风扇 或者说是那些 我之前的东西 我们来拆开看看啊 哇 真的是垃圾啊 我看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手机了 我现在看到了这个 我非常感兴趣 多艳寿是什么 好像是减肥的东西 这一袋是多少钱 19块9 我们来看萌书能拆到多少钱 我来估价 猜猜第一个 空了 难怪他不要 它里面只有这一袋 小样 一估一块钱 这种塑料袋我猜是 数据线 这也太短了吧 毛钱 你放在哪里用啊 哦 这个可以放在移动电源上 线可以短一点 专门有人买那种超短线 哦 对对对对 下一个 真的会有人在网上买这个吗 蛋糕叉 完蛋完蛋完蛋 雪亏雪亏雪亏 来下一个 五根水底心 抓不住的滑溜溜发膜 高亮 防水斜油 一包餐饮纸 手机支架 一张棉签 放那个假包子的笼屉 你可以用来放香薰 放肥皂 应该没有肥皂 好的 找不到它的用处 来下一个 结测宝 跟肥皂放一起 好吧 真的会有人在网上买这一颗吗 我真的震惊了 这个怎么买啊 一块钱 然后运费付五块钱吗 而且它还是开袋的 下面 洗碗布 什么东西啊 不能播 这个这个不能播 你看一下 别开上我的字 别说 不要腻啊 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那你买一些 隐私东西你会拿吗 当然我们立马拿呀 我打电话给那个快艇员 我说 这个时候我都把它拿 不要打电话啊 哈哈哈哈 写的包装要写黑色哦 要写学习用品 来下一个 它上面写着 透明一个体验装 哦 哦 是白手套吗 我震惊了 透明一个体验装 竟然是这个东西 请把这种店铺的链接发给我 哪里可以买这么小量的东西 好 这三个算一块钱好吗 我现在举例要找一个 柯南亚超过五块的 能播吗 我不知道能播 哈哈哈哈 这是那个店铺做那个底吧 哦 太空纱 12个颜色 9块9毛钱 放屁 我不收 这本算三个银 你是用普拉的吗 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开眼界 你会在互联网上买这个吗 这是什么 一根黄色的挂绳 它甚至没有下面的牌牌 只有挂绳 单独买一根哦 养毛鞋不能再多了 黑色试用版 赞你养毛鞋 12块9了 你会上7块钱 上面有除草过的 算三毛鞋 他还说上面有花香 我来闻一下有没有花香 原文鞋是退的 真的有花香咧 我想问别人的新铁 你12块1是吧 手机扣 最好赛1块钱好不好 这又是什么 勾 它也不能粘呐 用钉子钉挂钩 钉墙上的 嗯 好吧 赛鸟毛鞋 这就是什么 我看一下能不能播 哦哦哦 能播能播能播 互万互万 什么 洗涤剑 白凉粉 可以给你做螺蛳粉蛋糕 我不要 你害怕了 一个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这感觉是我从垃圾堆里 剪出来的 那难道不是吗 1块钱 我怀疑啊 这个人 他买了个这个没收到 他又买了一个 他还是没收到 哈哈哈哈 套娃 我从垃圾里面 捡到了垃圾袋 哈哈哈哈 这个很实用啊 这个对不对 好像是命中注定啊 这一切 该从哪来都哪里去 哈哈哈哈 碾钉胶 这个算是有用的 但我不知道用哪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个 洗车水辣 这个不赚钱 不值钱 哦 可以看 餐巾纸 有一个是什么 毛钱这个 这是什么 这可以用来擦屏幕是吧 跟这个 汽车水辣是一套的 哈哈哈哈 拿这个汽车吧 赛你两毛钱 赛老玩 赛老玩赚你五毛钱 你真的很黑心 一个收垃圾的 糟老头子 哈哈哈哈 这东西真的看局部 真的很害怕 你吃笔 这个得卖一块钱 黑心的糟老头子 一个陈用的都没有啊 今天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拆出来了 又叫手册 小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 这是老虎 老虎的名字叫 Tiger 这是狮子 狮子的名字是 Lion 你翻一个 看我认识吗 这是什么呢 Elephant 哈哈哈哈 翻个哪一年了 Elephant太简单了 这怎么念呢 犀牛的英文 哦 我知道了 牛的英文是靠是吧 它英文写在上面了 你不要自己创作 OK 不是 哈哈 我怀疑这个快递 是宝宝自己 让妈妈不要去拿的 哈哈 接下来都是盒子了 盒子之前 手机壳 但这是哪一款手机的手机壳呢 大家来猜测一下 这是哪个手机型号 我觉得它有个假的 老的iPhone不就是这样吗 哦 我有答案了 有没有人的猜对 这是iPhone 6P 下一个 哦 格热杯垫 这个好看 这个我愿意 Squam帮先买它 哦 在你心目当中好看 这么不值钱啊 还有 好 又是个毛铁妹妹 我就想看看 这是不是两个是个同一人 还居然不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地方的吗 妈呀 同一个小区的 你们俩是什么缘分 在一起好吗 最后一个你吧 绝了 结婚礼炮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知道为什么不搞它 因为我觉得它散出来之后 你没有办法收拾 哦 原来不是因为你害怕是吧 都是垃圾 你们猜最后它值多少钱呢 我来看一下啊 网上到底花了多少钱 你看 多少钱啊 这一坨垃圾我花了49.9 你猜我愿意花多少钱收购它 你别说了 我不想接受这样的侮辱 23.9元 亏了一半 你花多少钱收购它 23.9元 可以 把钱给我 不亏不亏不亏 这回一半的本啊 我把垃圾收起来 我们把包装一下 放到咸鱼上 再挂着卖 垃圾袋盲盒 让垃圾 放不下 把它留一张给下一位博主 我们拍的这个主题 之后很多人会跟风的呀 有很多博主拍的 那你愿意花多少钱再留 49.9元 我就说 你有可能会拆出手机 刚刚收到的球是不是一样 好 今天的垃圾袋盲盒 就是这样 请把蒙前一片刷在弹幕上 万一大家觉得很值钱呢 谁会觉得 想让这个垃圾盲盒 继续油压一些宝贝刷 刷个弹幕 我想要 抽到宝贝送给你们吧 希望你对我的宝贝能够好一点 在里面加个金砖 有机会抽到金砖 龙叔帮你已经测评过了 这个鬼东西千万不要买 百分百血亏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大家的钱 费好宝贵 即使是几十块钱 也不要乱花呀 盲盒我来帮你拆就好啦 爱你们呀 播 quèj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eg hang Audi girlfriend 红 traded 距离 刚 早 isz